我出差一个月,回家后,妻子坚决要和我离婚,她说,她遇到了真命天子,能给她以极致的温柔,后来我用关系调查了下妻子的出轨对象,是个感情骗子,于是我痛快地离了婚,其实在出差时,我就发现妻子有点不对劲,以前我在外地,她恨不得每个小时都给我打电话,因此,我还被同事误会是爬耳朵。 但这一次,我在外工作了一个月,她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,就连我主动打过去,也聊不上几句,要么是孩子哭了,要么是她要睡了,等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,妻子像往常一样做好了饭菜,唯一不同的是,饭桌上还有一纸离婚协议书摆在上面,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? 我坐下,像平常一样,替她摆好网筷,平静地问道,我遇到了真命天子,妻子也很平静,替我加了半碗青菜,绿油油的那种,在你出差的这一个月,她给了我极致的温柔。 每天24小时,都会和我语音,我半夜惊醒,只要发出任何一点声音,她都会回应我,她让我感觉我回到了年轻时,那段满怀热恋的日子。 而不是现在这样,柴米油盐酱醋茶,孩子要换纸尿裤,妻子在饭桌上,彻底打开了话匣子,就在我面前讲述着我的不堪,和对方的体贴,不知道过了多久,天黑了下来,今晚我不在家里睡,你早点休息。 妻子踩着红色高跟鞋,脸上满是绝染,我看着她头也不回地出门,明白挽回也是无用,于是默默点了点头,明天回家一趟,在一起去民政局,萧红,也就是我的妻子。 曾经是个很会玩的女人,天天泡在酒吧里,肆意挥霍着青春,直到我遇到她,把她从泥潭里拯救了出来,那天我陪着客户应酬,她大冒险输了到我们酒桌上淘酒喝,当时的她青春亮丽,属于人间不可多得的油物,客户眼里冒着光,直接大手一挥点了满桌的酒,我看着她,眉头都不眨, 开起酒瓶后,就往嘴里灌,萧红的酒量真的很好,是我平生罕见,她能把我们这一桌的所有人都灌倒,除了我,在后来,她加上我的微信,说当时没看出我居然那么能喝,还约我和她一起去赶场子,我一次都没去,但偶尔顺路会接上最久的她,送她回家,某天晚上,她瘫软在我车的后座上, 问我酒量这么好,为啥不陪她一起,酒不是好东西,我只会为了生活喝酒,其他时候碰都不碰,我说得很直白,她在后座没了声音,似乎是睡死了过去。 但从那之后,她彻底改掉了酗酒的毛病,以崭新的姿态,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,我们相知,相伴,从热恋到结婚,我一直以为她改掉了爱玩的性格,但我忘了一句话,江山一改,本性难移,哥,事情搞清楚了。 嫂子遇到了感情骗子,大半夜,赵岩给我发来消息,后面还有一份文件,赵岩是我发小,毕业后成了私家侦探,我早在半个月前,就委托她展开的调查。 看到消息后,我给孩子盖好被子,一个人来到客厅,点燃一支香烟,我打开了文件,内容很长,图文并茂,原来萧红早在我出差之前,就认识了她的出轨对象徐堂欢,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见面。 我这次刚刚离开,这两人就迫不及待地搞在了一起,赵岩的事情做得很专业,文件上面甚至有萧红和徐堂欢当街亲热的照片。 照片上,这对狗男女就在电影院门口相拥而闻,那男的手还不老实,在我妻子的身上乱摸着,我越看越觉得可悲,这样的亲密,我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了,熄灭了烟。 我继续点开介绍徐堂欢的资料,她是个专业的感情骗子,常常破坏其他人的家庭,然后纠缠却吵,一次骗取大量财物。 哥,我手下盯哨的人说,嫂子今天又和那男的去开房了,要不我搞点手段,逼嫂子回家。 我查阅资料时,赵岩又发来一条消息,和一张少儿不宜的照片,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照片发愣。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,但是当铁一般的事实出现在我面前时,我还是有些难以接受,我不停地抽着烟,一只又一只,脑海中全是闪烁的画面。 但那些画面渐渐模糊,我甚至分不清哪些是现实,哪些是我的妄想,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缓缓拿起手机,回复赵岩,辛苦了。 你让手下的兄弟撤回去吧,明天我把尾款打给你,真的很感谢,以后别叫她嫂子了。 她不配,次日午后,萧红发来消息,说她已经在民政局等我了,让我拿好离婚协议赶过去。 整个离婚过程异常顺利,萧红拿走了我一半的财产,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,足以保证她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说来也有趣,当工作人员问了句,孩子抚养权归谁时,我俩居然异口同声,归我,归她。 我闻言看向萧红,发现她也在看着我,在她眼中我看到了一种决心,为了她所谓的真命天子,她不惜放弃一切的决心。 离别时刻,我约萧红去路边的咖啡馆,最后喝一杯,看在曾经的夫妻情分上。 这里有份资料我发你看看,我坐在她对面,然后打开手机,把关于徐唐欢是感情骗子的内容发了过去,萧红看着看着,忽然笑了起来,她抬起头不懈地看了我一眼。 孙田,你不去写小说,真的是可惜了,你觉得我会信,她是什么样的人,我再清楚不过了,虽然她现在没钱,但不代表她以后赚不到钱。 感情骗子,我会这么蠢上当,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,只是淡淡地看了眼曾经的妻子。 这女人,没救了,虽然我失去了对话的兴趣,但萧红却越说越起见,你知道她对我有多好吗? 她和我在一起,眼里全是我,不会像你一样,想看其他女孩子,又要装作不经意,她每时每刻都在宠着我,而你呢? 只会忙工作,对我的关心越来越少,话也越来越少,我实在听不下去,于是辩解到,她都是装的,演戏谁不会,你觉得我们婚后生活很平淡,缺少激情,但这些都是正常情况,你应该好好和我谈一谈。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直接出轨,萧红皱着眉头,忽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,大声道,够了,我给你生了孩子,我对你已经仁至已尽了,现在我想要去追求新的生活,你别想着拦我,我现在才发现,你的心眼真的太多了,到现在还想骗我,我心眼多,我无言以对。 萧红情绪激动,直接将咖啡泼了我一身,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,周围人看着我湿透的衣服,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,而我则看着萧红离去的背影,无语地摇了摇头,我这辈子做得最缺心眼的事情。 大概就是取了这个奇葩,我回到家后,发现赵岩提了两瓶酒,在家门口等着我,喝点,赵岩扬了扬手中的酒,我脸上带着一丝笑意,打开门和他一起进去,赵岩是我发小,当然知道我不喜欢喝酒,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为了生活才喝,但他也知道,我现在的确需要一点酒精。 几杯之后,我心情稍微平复一点,于是拍了拍他肩膀,有没有兴趣再接一单,谈到业务,赵岩立刻清醒了几分,他看着我小心翼翼倒,哥,既然都离了,我感觉你还是让自己走出来比较好,我文言笑着摇了摇头,放心,我不打算再管萧红了,我和他已经彻底了断,两步向嵌了,赵岩松了一口气, 于是拍了拍胸脯,保证道,那就好,哥,你只要说个名字,我保管给你调查得明明白白的,哥,你想调查谁,我沉默片刻,我这个人向来已知报知。 人若犯我,必加倍还之,说完,我用手站久,在桌上写下三个字,徐唐欢,行,这是我接了,我看这小子也很不顺眼,我就不信他这行没有点违规的事情,赵岩正义凛然地补充道, 但凡这小子露出一点马脚,咱哥俩就让他尝尝正义的铁拳,我看着发小义气风发的模样,哈哈一笑,为了正义,为了复仇,干杯。 我和赵岩开始调查徐唐欢的底细,徐唐欢是一个专业的感情骗子,而且他有一个团队,专门为他提供各种帮助,团伙作案了属于是,当我们发现这一点时,都有点大开眼界的感觉, 原来在徐唐欢的团队里,有人专门负责在各种社交软件上收集信息,筛选猎物,还有人负责制定攻略计划,小到各种细节画术,大到人设铺垫,都有专人负责,哥,有点难搞呀,他们人数有点多,还好反侦查能力弱了点,不然一点把柄都抓不到,赵岩拿着手里的资料,愁眉苦脸, 难搞也得搞,我最近公司那边不忙,可以来帮你,我斩钉截铁道,我们要是能打掉这个团伙,也算是替天行道了,从已有的资料上来看,徐唐欢在骗萧红之前,还作案一起,骗得那人倾家荡产,最后甚至进了精神病院,触目惊心,赵岩点了点头,看了我一眼,试探道,上一起案子不好查, 要不我们从骁红身上入手,方便收集他们的犯罪材料,也行,只要对收集证据有帮助,放手去查,我一脸无所谓,赵岩黑黑一笑,其实我已经查到一点东西了,我手下有个兄弟,黑进了他们内部软件,上面正好有针对骁红的攻略计划, 按照计划,姓徐这小子很快就会求婚,然后通过花言巧语,把钱骗到共同账户,然后他会谎称要做生意,开始大笔支出,实际上是进行婚内财产转移, 如果我们不出手,骁红很快就会人才两空,我们也能收集到足够的证据,赵岩刚刚说完,我的手机屏幕亮起,是骁红发来的短信,我下周结婚,你要来吗? 我立刻回复,当然要来,随后,我放下手机,看了眼赵岩,淡淡道,他们开始行动了,你这边也抓紧,我要让这群人知道,天网灰灰,数而不漏。 我去参加了骁红的婚礼,也许是得知我要去吃席的缘故,这次婚礼的排场很大,定在我们这座城市最好的酒楼,婚礼上,骁红把我安排在边缘位置,同桌的据说都是南方的亲戚,说是亲戚,我却发现我旁边的人,就是徐唐欢团队中的一员。 整场婚礼氛围极为热闹,我看着骁红春风满面,在思宜的引导下,和徐唐欢手牵着手出场,大屏幕上播放着两人共同生活的美好画面,有两人一起旅行的剪影,也有一起看日出日落的短片,每真每秒都充满着浓郁的爱意。 画面里,萧红笑得非常开心,脸上充满着难以形容的幸福感,我也想笑,因为这都是精心编织的骗局而已,真是完美的婚姻呀。 兄弟,你说对吧,我旁边的骗子团伙成员,发现我一直盯着大屏幕看,于是向我敬酒,我举起茶杯,意思是以茶代酒,对方也不介意,一眼而见,的确挺完美的。 我一有所指,那人哈哈一笑,用一种嘲讽的眼神看了看我,我很平静地和他对视,甚至嘴角还挂着笑容,那人受不了了,转头和其他人攀谈起来,之后再没有人来向我打招呼。 于是我就在这场喧闹的婚礼中,独自一人,喝着茶,看着这出喧嚣的大戏,眼看着我,前妻起高楼,眼看着他宴宾客,新婚夫妇敬酒,是我们这边的习俗,很快,徐唐欢拉着萧红,来到了我们这一桌。 我说,前妇哥,初次见面,很高兴认识你。 我虽然在照片上看到过徐唐欢,但现实中见面还是头一次,于是我上下打亮他一眼,发现他确实有当骗子的钳制,由头粉面的。 我缓缓地点了点头,算是回应,徐唐欢也不在意,脸上依旧带着笑意,谢谢你能把红红让给我,我听红红说,你不喜欢喝酒,但今天是我和红红的大好日子,还请你赏脸。 徐唐欢递过来一杯酒,挺大的杯子。 差不多装了二两,我丝毫没有接的意思,只是淡淡地举起了茶杯,意思很明显,你算哪根葱,还要我赏脸,徐唐欢脸上的笑容立刻僵住,片刻之后才恢复正常道,喝茶也行,反倒是他身边的萧红板着一张脸,冷冷地看着我道, 孙田,你就不能大度一点,大度,我玩味地笑了笑,抱歉,我这个人心眼又多又小,萧红彻底无语,不懈地看了我一眼道,你就是嫉妒我有了更美好的婚姻,怎么样,没了我你还能找到优秀的老婆吗? 我将手里的茶喝光,别了别嘴道,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,你也配优秀二字,你,萧红顿时就要发火,但看到周围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,只能硬生生压下火气,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,我不和你一般见识,萧红板着脸,以后我一定会过得比你更幸福,你就看着吧。 也许吧,我摇了摇头,失去了停留的兴趣,站起身来直接离开,身陷泥潭,却蠢到不自知,真有点可悲,我身边的朋友,听说我离婚的事情后,纷纷开始替我张洛奇再婚的事情,我自己反而不急,实在有些推透不掉的,也会过去见一见,请对方吃顿饭,算是了解一下,但终归是没有遇到真正满意的。 家里则请了经验丰富又负责的保姆阿姨,替我在家照顾孩子,赵岩也经常来找我反馈证据的收集情况,据说那伙骗子的计划进展极为顺利,萧红硬是一点防备就没有,就把所有的钱全都转到了徐唐欢的户头上,骗子的内部软件里,甚至已经开始谈官相庆,约好了干完这一票,就集体去国外旅游。 避风头的同时,也算是放松,当时赵岩直接把他们的聊天记录截图发给了我,可把我乐得,他们的国外之旅,估计是去不成了,一起进局子里待着吧。 赵岩已经把他们的犯罪材料整理成大,只等他们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,就直接交给警方收网,萧红现在一点苗头都没有发现,时不时就会把他和徐唐欢的生活照片发给我。 他就是比你爱我,比你懂女人,你活该单身一辈子,萧红还会发类似的消息给我。 我统统没回,甚至还会恶趣味地翻看片子聊天记录里怎么形容萧红的片段,人傻钱多,极为好骗。 那个片子团伙,就是这么形容萧红的,翻阅着聊天记录,我越发体会到,取妻取贤的重要性,到后来,萧红给我发图片的次数越来越少,更多是单纯嘲讽的文字。 其实有点烦,要不是我想要看看他最后的下场,都恨不得直接删除。 大约半年后,我发现我没了萧红拖后腿后,整个人轻松积极很多,事业也进入了快车道,我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,萧红却突然在一天晚上发来消息。 萧红还好吗?我想回来看看,萧红,是我孩子的小名,看着手机上的短线,我立刻心生警惕,连忙截图后,给赵岩打去电话,对面是不是开始动手了? 他说,想要回来看孩子,赵岩立刻瞄懂他指的是谁,于是强调道,哥,你千万别同意,姓徐的那小子已经把大半财产都转移了,估计萧红可能感觉到了什么。 我眉头一皱,都转移了大半,他才发现,可不是吗?我也觉得萧红有点蠢得过分了。 赵岩说着,意识到有些不妥,又连忙补充道,哥,没事,谁都有瞎眼的时候,我一时间也无话可说,为当时自己的选择感到羞耻。 怎么找了这么个玩意儿,的确是眼瞎了,证据收集的进度如何了?我关心地问着,目前有掌握实质性的证据吗? 电话里,赵岩淡定道,哥,你放心,实质性证据很快就能掌握,他们正在转移资产,露出的马脚可不少。 我点了点头,然后让赵岩给我介绍了一个靠谱的律师,因为我很担心萧红被骗后,重新赖上我,甚至会拿孩子的抚养权做文章。 按照我对萧红性格的理解,这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,挂掉电话后,赵岩给我推荐了一位资深律师,据他说是属于金牌律师那种。 孙田,你为什么不回我?我要回来看孩子,明天我就来。 手机上又收到了萧红发来的消息,我立刻提心吊胆地回复一句,孩子很好,但你别回来,大半年了才想起你还有孩子,你还有脸回来看他。 我立刻在另外一个小区买了套线房,然后马不停蹄地带着孩子搬了过去。 忙完后,我又拿着资料和委托书,在赵岩的介绍下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,找到大律师周亚运。 孙先生,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,请你放心。 当初的离婚协议书上写得很清楚,孩子的抚养权归你,周亚运翻阅着情况说明,继续道。 另外,你目前的经济情况也比对方优异,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,哪怕对方要告到法院,我们也是必赢的。 我文言算是吃了磕定心丸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那就好,但是现在,我前妻想要看孩子,您是否有办法拒绝? 抱歉,这一点可能很难避免。 周亚运为难道。 探望权是你前妻的固有权利,除非你能证明,他的探视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,不良影响,我皱起眉头,陷入了深深的思索。 法律咨询完毕后,我为了表示感谢,提议请周亚运一起吃顿便饭。 周亚运表示他要去接女儿放学,我正好顺路把他女儿接上后,一起去了经常去的饭店,吃到一半。 萧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,孙田,才离婚半年就忍不住了,萧红插着腰,满脸讥讽。 你本来就带着一个拖油瓶,现在还打算再找个拖家带口的,你这是要把你家变成垃圾收容所,我很抱歉地看向周亚运,却发现他脸色平长,完全没有受到影响,于是我立刻站起身,拖着萧红走开几步。 你别闹,说话注意点,能不能讲点道理,讲道理,你觉得我在无理取闹,萧红声音直接大了起来。 萨坡道,你敢搬家,还不敢让我来找你了。 我要见孩子,你凭什么不让,你还有脸说,我也仗红了脸,你是真的想见孩子,还是找个借口要钱。 那你给我钱,我也不多要,先来个几十万英级,不然我不单要见孩子,我还要上法院,要回抚养权,萧红直接世子大开口,做梦,我有钱也不可能给你,我们已经离婚了,抚养费我都没找你出,你还向我要钱,我也毫不客气。 反江泰一军,提到抚养费,萧红的气势顿时弱了几分,他瞪了我一眼道,我老公做生意失败了,现在缺钱,我不找你要还能找谁。 听到如此悔三观的话,我瞠目结舌,你老公骗你钱,关我这个钱夫屁事,我欠你的。 这时,周亚运带着他女儿准备离开,出门前淡淡道,孙先生,多谢款贷了,另外作为你的律师,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件事,在你们的协议上,没有规定女方探视的时间和频率,所以,在法院判决没出来之前,你完全可以拒绝,萧红一听,顿时急了。 指着周亚运大喊道,你这个狐狸精在胡说八道什么,我的孩子,我还不能去探视了,还要什么狗屁法院的判决,萧红说完,整个人激动起来,就要上前撕扯,我连忙去阻拦,但有人出手比我更快。 只见周亚运往旁边一躲,但却微微抬起脚,直接将萧红半倒在地,摔了他一个狗吃屎,走路还是要看脚下的,下次注意。 周亚运轻轻一笑,看了眼摔倒在地的萧红,然后抱着他女儿,向我点了点头,离开了饭店,我也没管萧红,快步追上周亚运,执意送他回家。 过了几天后,我果然收到了法院的船票,萧红拿着抚养权这个点,将我告上了法庭,开庭那天,徐堂欢找到我,直接开门见山道, 前夫哥,我做生意亏了点钱,需要些资金周转,希望你能帮我,如果你帮我,我会劝红红撤销诉讼的,我个人感觉孩子跟着你也是很好的选择, 我听到这些话笑了笑,早在之前,赵岩就向我透露了这伙骗子的计划,他们已经把萧红手上的钱榨干了,之所以还没有切割,无非是想在我身上再捞一笔而已,我不想帮你,所以咱们法庭上见。 我说完后,不顾徐堂欢难看到极点的脸色,直接离开开庭审理时,周亚运作为我的代理律师表现得无可挑剔,列举了诸多材料,证明女方的经济状况完全不适合抚养小孩。 于是法院当庭驳回了萧红对孩子抚养权的索取,算是大胜,事后我听说萧红还打算继续上诉,不过我也没在意。 因为周亚运向我保证,就算闹到最高法院,我的抚养权也丢不了,而且按照赵妍的估计,徐堂欢很快就会彻底抛弃萧红。 到时候,萧红更不可能有抚养孩子的资格,解决了这些纷纷扰扰的事情,我干脆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,很快我的事业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,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 再一次见到萧红时,我简直已经要认不出他来了,曾经秀丽的外貌还在,但却难以掩盖他神态上的疲惫。 老公,我错了,徐堂欢真的是一个骗子,他先是骗走了我所有的钱,前段时间他说要出差一趟,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,后来甚至有借贷公司找到我,说徐堂欢拿着我的身份证借了很多很多钱。 我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,我们复婚好不好,这一次我一定好好对你和孩子,绝不会再犯错。 萧红看到我从公司出来,立刻冲了上来,我连忙躲开,这个女人,我现在不想和她有一丝一毫的牵扯,她带来的只有无尽的麻烦。 别叫我老公,我们已经离婚了,没有半点瓜葛。 我直接坐进汽车,面无表情,萧红疯了一样,派打着车门。 你别这样,你之前就把我从泥潭里救出来过,这次你也一定能做到。 老公,你打开门,你让我坐进来和你说话,我真的已经知道错了。 我没有丝毫怜悯,直接发动汽车,往前开去,后视镜里萧红瘫坐在地,嚎啕大哭,身上的裙子沾染上大片大片的泥污。 她说的其实没错,如果我想救她,完全可以办到。 我并不缺钱,从前,我觉得她还有救,所以选择对她伸出援手,但这次,我却已经明白,她无可救药,又过了段时间,赵岩发给我一条新闻,以徐唐欢为首的诈骗团伙已经全部归案。 据说是在出国前一天被边控,然后警方迅速实施了抓捕行动,整个团伙七人,无一人逃脱,而且徐唐欢作为组织者,且涉案金额庞大,清洁很严重,估计会被重判。 我甚至从打了马赛克的照片上看到了熟人,当初在萧红再婚的婚礼上,坐在我旁边的团伙成员,这下是真的完美了。 我感叹一句,赵岩因为提供了详实的证据,还被授予了热心市民荣誉,算是出了风头。 他干脆不再从事私家侦探这一行,自考了律师资格证,打算以后当个律师,据他说,当侦探久了,接手的事情都是些龌龊的事情,还不如堂堂正正地维护法律,我也不觉得可惜,他能有更正式的职业也是件好事。 我也和周亚运谈上了恋爱,他属于离异,带了一个女儿,而我正好带了一个儿子,凑成了完美的一家四口。 有天,我带着一家人在外面旅游,周亚运忽然拉着我,给我看了一份公开的案例,老公你看看,你不是一直担心萧红的探视权吗? 现在机会来了,我扫了眼案例,顿时知乎好家伙,原来徐堂欢诈骗团伙不止七个人,还有一个在他们出国前申请加入的预备成员,为了展现能力,那个预备成员甚至非法买了许多人的隐私数据,这个预备成员不是别人,正是萧红,四十九年入国军事吧。 我哭笑不得,有犯罪案底的人,足以证明探望孩子时会有不良影响了,周亚运脸上带着自信的神情,淡淡道,怎么样,老公,你要不要再当一次我的委托人,让我帮你彻底解决问题,当然要了。 我开心地抱起周亚运,在他脸上亲了一口,徐堂欢和萧红入狱当天,我特意去看了他们一眼,这两人身穿球衣,神情麻木,我就站在很远的地方,看着工作人员押送着两人进去。 恍惚间,我仿佛看到了当初在婚礼上,两人身穿礼服的样子,不得不说,那个时候一个是骗子,一个是受害者,绝对谈不上何事,现在他们一起落网后,反倒显得异常般配,厚重的铁门缓缓关上,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,心中复杂至极,有一丝惆怅,也有一丝痛快。 我想笑,但是也笑不出来,想哭,也哭不出来,叮咚,我手机突然响了,是现在的妻子周亚运给我发来的消息。 死鬼,跑哪去了,还不快回来,儿子被女儿打哭了,我都要气死了,你再不回来,今晚就别睡床了,躺沙发吧,看着手机上的文字,我突然释怀了,无奈地摇了摇头, 然后回到车里,插入钥匙,点燃发动机,回家。